先看看环球股市 我们暂时看就好像每天过山车 导致经历跌了一成多 又可以收窄到半成 到尾市导致导致又要跌三千点 我们说过时都有这个情况 很反复的 其实今天的高低波幅又超过700点 到底在这么波动的视况下 投资者应该如何自保呢? 有些大行近日就开始推介 叫大家选择一些公用股 因为大行推介的当然有它的理由 但其实最主要的都是看股息率 就说我们香港主要的公用股当中 和美国十年期的国际息差 已经升到3.4厘 就是20年以来最高水平 所以买得过 但是是否真的这么简单? 因为股息率高的时候也有原因 股升跌派息多少都有影响 如果纯粹看这个息差去看的话 现在公用股又是否吸引? 其实息差是其中之一个考虑的因素 但今转我觉得有少少不同 就是公用股都有机会受着影响 譬如说如果公用股 简单点去看电的 如果牵涉到一些商业用电会比较多 究竟来的收入会是怎样? 如果牵涉到 好像我们以前去想 公路股都是公用股来的 但是一些政策影响过禍 那么息率的预测 尤其是在未来一段时间 是否真的要平稳?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股份 它收入没什么受影响的 股价虽然跌下来 令息率吸引了 但是确实在息差影响之下 简单点想 你去美国借钱 然后在这边去买股票 基本上都已经是赚息的话 这些情况其实都可以考虑 所以你在公用股里去选择 其实现在一转市况下跌 反而要更加小心 当然我们也看看 在中午的时候 公布了业绩的港灯 它的表现又怎样? 是否好像术迅说 值得吸引? 甚至是吸纳? 当然我们现在在现市况之东 其实之前都说 公用股就是资金避难所 我们看看一盘大数 收入计的话 跌了7% 去到107亿 顺利方面23亿 其实就略低预期 下跌了2.3 泰息16.09 少大约2成 集团就解释 因为准计回报下跌了2成 股息相应是减少 股价下午回来 其实曾经有一度跌了多少少 跌了2.2% 跌幅稍微扩大过 日内低位就去过7.7的水平 市场就不知是否下回来 那时就不收货 所以暂时跌幅曾经一度扩大过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 都要看一个派息 因为港东一向都是派开这个息 过去这几年 其实都是保持到派这个数 直到现在这个利润管制下挑 即是说来近这几年 投资者都应该是以全年的息率去看 就是32港先去计数 如果以昨日的收市价计的话 股息率其实大量还有4厘的水平 如果这样看的话 瑞讯说现在去到股价 应该会保守一点 估计港灯 2019年的股息率就是3.8厘 如果我们看回去其他一些同行 例如电能、长工基建、中电等等 它当然不算吸引3.8厘 其他几个也有5厘的水平 如果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都不算很高 或者甚至乎如果选择去选择 去选择的话 港灯不是一个选择呢 没错 其实港灯未必说是首选 一来你贪息的 你看到3厘8厘的 还有一个在业绩之后 你看到主席也有提到 今年都会有一些纾困措施 都不是只是政府做 他们都会做的 他们的电费过去10年 都只是轻微增长的话 大家可以想 未来 即是无论是今年 过年度 甚至乎明年 派息都未必会太吸引 它只是一个卖点 就是它真的和经济的敏感度 会比较低些 而同一时间 它赚的钱都会派出来 这个会有些帮助 因为它都是一种信托形式 它和其他版面上 看到一些公用类股份 就有些不同 但如果我选择的话 可能我会选择 同一时间 负债会比较低些 现金水平会比较高些的电能 因为电能 如果你看到现金水平那么高 在未来 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况 市月差 电能也好 长江基建也好 它在拼购之后 令到未来的整体收入和增长 而令到派息机会反而会比较高些 所以无论是公司的前景方面 灵活度 甚至乎派息率的话 反而我觉得现在 你抵抗着它们同系上的电能 甚至乎是长见 那未来的情况会更加理想 甚至派息可能会更加稳定些 KK 瑞讯和你一样都是选择电能 他都觉得电能可能会在公用股当中首选 但如果我们看回港灯整体的业务计 其实都算稳定 因为就算我们看到过去大半年的社会事件 到下半年 比如社会事件影响之下 看到各项的一些经营指标 其实都算稳定平稳 在过去一年 在这个环境之下 其实是否也算是挺难得呢 我们当然看回港灯最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可能我们香港的经济 以及利润管制的进去回报 加上燃料成本等等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现在整体计 对港灯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经济环境 真的比较会转差的话 可能未来就加电费的难度 又会较大 或者会引起多些社会的一些反应 集团也说 对今年的电费是维持审神的 如果这样看的话 整体基本因素去看的话 港灯当然你选择电量会好些 但港灯又算不算OK呢 只可以说真的OK 因为如果我们有时看一只公用股 我会比较留意股价波动性 如果你说拍下去 就是港灯或者电能 甚至拿回中电去计算 其实他们的股价波动 就真的比较少一点 再加上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 叫不明朗因素 就是已经说了 你见到投资者 都没有说用钱去投票 去沽得比较低 即是市场是接受到 利润未必会太高 加电费可能会有些困难 你面对天然气的成本 可能会增加 这些负面因素 就已经放在股价身上 我觉得未来 只可以说股价是会比较稳定些 但如果你说中长线 他真的持有 你觉得未来的经济 就是说一年甚至乎两年 都是差的话 可能他会是其中之一个选择 但我们想 如果疫情过去之后 整个大环境的经济动力 是否会快些 到时候你拿着这只股份 可能就会 只收到一两年息 就要再转回其他股份信息